呀 我是今天讲啊 大哥大姐们 不至于吧 你们为了让我更新格斗计划0也太拼了吧 居然一天就把站点够了 行行行 既然你们点够了 让我就遵守承诺来更新格斗计划0吧 那么本期视频还是一样啊 点赞过5千马上制作下一期 在光之国的守护下 奥特曼很好地把握着这个世界 而宇宙也许久未尽地迎来了平静 但这份短暂的瓶颈 仿佛马上就要被打破了 是的 就在这天 曾经处行奥特兄弟的星球 戈尔格达辛居然复活了 好歹这消息很快就被光之国所得知 而光之国的领导者奥特之父 却在这消息中嗅到了阴谋的味道 在奥特之父一番抉择后 他还是决定派初代奥特曼前往 这颗仪式戈尔格达辛去调查 在到达仪式戈尔格达辛的地方后 初代一眼就确认了 这颗星球正是当初将奥特兄弟团灭的星球 哥哥达辛 而初代面前的也确实是当年 处行奥特兄弟的十字架 与此同时 爱雷王的叫声突然在身后响起 还来不及惊讶 初代便与爱雷王展开了搏斗 当爱雷王可是具有50伏特的电流 面对爱雷王的电击 初代占不到一点便宜 哼 不过他可是奥特曼了 是的 初代凭借经验丰富的加持下 他发现只要攻击速度够快 不要爱雷王有一丝闯息的机会 那么爱雷王的电击就无法造成任何的威胁 在初代的摔技以及各种联机面前 爱雷王只能隐恨 以及失败胸母光线过后 爱雷王开始变得摇摇欲坠 就在初代上前准备终结爱雷王罪恶的一生时 变故发生了 宇宙里居然凭空落下一台机器将爱雷王困住 见阴谋得逞 幕后黑手阴险的笑着 出现在了初代面前 他就是地狱行人 没错 他曾一度将奥特五兄弟全部变成铜像 并打败了奥特之父 地狱行人在嘲弄初代之后 竟然说让初代也变成铜像 不过初代早已免疫地狱行人说的垃圾话 一上来 初代对着他就是一通乱打混踢 这不仅没有咒效 反而被地狱行人抓住机会将初代打倒在地 当时初代并没有气馆 迅疾了站起来后 对着地狱行人的面门就是一套拳脚 随后用力将地狱行人举起 狠狠地甩飞了出去 紧接着初代看准了机会 一记八分光轮将地狱行人打倒在地 见地狱行人失去了还手之力 初代也是放松了警惕 我以后不会做饿了 所以则是放过我吧 面对地狱行人的求姚 初代居然相信了 难道地狱行人 真的会改过自新吗 你中计了八分 地狱行人推开初代 故姬重施 一台奇怪的机器从天而降 在地狱行人的大笑中 他表示要把初代的所有能量吸干为止 是的 和地狱行人说的一样 初代的能量在逐渐的被吸走 慢慢的失去了意识 地狱行人的招老头子坏得很 那么后续出来到底会怎么样呢 点赞过5000 马上制作第二集 拜拜